是马总统这两天在客家装顾票 蔡英文呢也找来了几天前 才现身挺送的绿军客家大佬林光华归队 还宣布要把台三线打造成浪漫的这个客家大盗 甚至还穿起了传统服装 成立原住民后援会 要争取原乡的支持 蔡英文 穿上排完族服装亮相 要争取原乡支持 蔡英文当然也要会说两句 原住民语 拿何 下吧学来 谭原住民证件 十位前原民乡长力挺 小营养以血统争取支持的 还有客家乡亲 因为他抄破我 其他的如今在 后来有人告诉我说 他的强调不是在各地通行的强调 所以我就想起你说 等我做了总统以后 我再一样一样来学 自朝破客雨 但打着客家妹旗号 前几天才挺送的 绿军客家大佬林光华 也归队 蔡英文没忘记要为客装 寻面景 准备打造台三线浪漫大道 但政策想执行得先当选 然而双英紧绷对决 传出小营情资 被全面掌握 以昨天为例 我才11点钟 要决定去看一位市议员 我们的行政院的院长 一点多就打电话说他要去 而且在找我两个小时 到达那个地方 如果没有掌握资讯的话 怎么会有这么快的反应 如果一个总统对这个事情 还不知道没有掌握的话 那我看他做总统的资格可能 这个都要被人家质疑了 在喊话要总统说清楚 蔡英文才强调小三通政绩 要强化绿营两岸罩门 却被蓝军呛声挂兜阿妹 小英马上反击 表示说这真的是一件很大的成就 他们才会这样强烈的反应 不是吗 选前蓝绿工坊 两岸族群各种议题全面对决 就看谁的论述 吸引选民 中心网续绿桥 A3小组 特别过道